下面这个水基本上一锅就是一天吧 一会一天就是老汤 这个锅十五年了 这边已经锅了就这样 江苏的南京的上北京的 我看见没上西南拿了二十块 拿过来的价格都买 走进一身的烟火 发言天涯美食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 爱吃爱喝小豆糕 咱们今天来到 我天哪 爆米花 两次放大气爆米花 吓我一跳 咱们呢 今天是来到了三龙飞县 十几龙腿大吉 我们今天来吃 吃的这种东西 可能说非常非常的好玩 但是呢 非常非常多的人 并没有吃过 这种东西呢 是叫一种面饼 也可以叫烤牌 很好玩 很好吃 并想到他们家就在农村大吉上 这样的一个小摊位 全国各地 北京的 南京的 还有东北的 都来这门 买他这个饼吃 一块钱一个 加上不贵 为什么几千公里以外 都跑来买这个饼呢 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工艺 这个锅底 一个锅饼 或者叫烤饼 或者叫贴饼 这个名字 这个饼到底长得什么样 它的名字 好奇怪 我们也具体说不上来 据说 这还有老头 锅饼还有老头吗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拜访 见证一下 就是咱这个面 属于那种 我看到是发面的 老影的 老影的 就是说的那种老面头话 就是现在转眼 你看马上春节就到了 过年了 我看到这个集市上人 特别多人 人海的 就是现在咱一天 大概能买多少个饼 七八百个 七八百个 能买一千吗 忙的时候 忙的时候买一千 忙的时候买一千多 多个饼 三个月 分来人做 这个大小 基本上凭手感 凭经验 你差不多了 大小没有 这就在一千的椰子下 一千椰子 一千 一千 几克 这个完全凭着丰富的经验了 像这一个饼的话 右面大概也能有 三两半 喝了差不多 那多少钱一个 一块 一块 那倒是不贵哈 这啥 三块 那是 我看到您的一品擀面杖下来也是八个饼哈 一行是十个 一行是十个 这个酵牛还是可以的 行 这是他的花生油 嗯 嗯 加这个椒盐 哎呀 闻着香味了哈哈哈 花椒 花椒火焰啊 椒盐吗 哦 这个得打个卷吧 打卷了不叫卷了吗 哦 这个说实话 赚的就是个辛苦钱 东西钱哈 赚不得 啊 赚了个零花 对 其实呢 利润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 就是辛苦的 这个首大冬天的哈 我来三年有期 凌晨三年起床啊 你不去这年的货面哈 哦 就是呆那个制度基本上都是你一个人吗是吧 是 我干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哎 您这个技术是从上面传下来的还是跟你说的 啊 不是你干的吧 哦 从老父亲来带你看 哎 也是敢大鸡吗 嗯 咱们家咱这个只是缝集的时候多吗 嗯 哦 五天一个集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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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锅 呃 这个从天上下锅之后啊 倒数啊 需要十分钟 十分钟哈 啊 这一锅能贴是多少个呢 二十个 二十个啊 一锅二十个 嗯 是 下面这个水基本上一锅就是一天吧 一会儿就 一会儿一天 这就是老汤这样 你看看 这个锅十了 等于五年了 基本一锅就这样 哦 这这个这个 要等于是老汤了啊 底下的水 底下飞了就是这个 哦 这个汤里面就是有没有其他的料 没有 你不看少一瓶 我请回来一走 我能给他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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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人家没有 大叔就是您就是负责 稍滑 哎 哦 一般是打上 服务节的话 几点起床 5点多 左右吧 5点多 哦 您是那个 什么关系 哦 老板家是你儿媳妇 哦 啊 给开工资吧 哈哈哈 开什么工资 是个人的花 哈哈哈 过来 这个出个衣服都稍微花 啊 摆成鞋的也没事吧 上了年纪了啊 一部出锅了 热腾腾的啊 感觉到闻到一股浓浓的面香味 哦 这个 这个饼出锅之后 您又是负责在这个地方卖是吧 哦 是的 那是您那个 嗯 那对 哦 那是您媳妇 嗯 啊 他负责 啊 这个考制 您负责售卖 是的 分工明确 哈哈哈 那个老父亲在那烧火 三个人就够是吧 啊 先生 你好 买了几个啊 啊 买了几个 买了二十个 二十个 嗯 买了就老人吃 啊 最好 这个为您的这个笑道点赞啊 吓得老人 非常好 你给我两块钱 我的幸福在有年就买 所以你也是给家里老人买的 我看到您几年有多大岁数 我七十 七十四了 七十四 家里老人 老人啊 老人 九十九 九十九啊 还要吃他的 九号那一口 您的老父亲九十九了 您也七十多了哈 这个 确实啊 这个非常的好 都能够想到自己家里的老人 这一点是非常棒 他喜欢吃他的 独家银银 这个是 独家是吧 嗯 您这个饼哈 一直还都是供不允求 一出每一锅 然后接着就被疯抢了 没有 那一那边都来过来买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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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远处的外地的有没有来的 那都有江湖的 南京的 上北京的 有 那边买上西南 拿了二十块 拿过来的家都买 他都西南 他都西南 他都买 咱家这个饼还真是啊 几千公里的哈 多吃啊 沈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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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的哈 真是几千公里 拿着沈阳的 好的 让来 咱们给我拿两个 拿两个之后那个 尝尝 来 哎 好啊好 这个 你们忙着 祝你们生意行往 好嘞 好嘞 我也不知道 应该叫锅饼的 还是叫烤牌啊 还是叫 就叫一个小面饼的吧 这个 一下子让我 回到了 儿时的记忆里 小的时候 每逢 借家日 放了架 放了雪之后 父母呀 都在农田里面 干活 这个 小陆哥那时候 是从 七岁 就 学会了 包水饺 烙油饼 擀面条 父母在农田里干活 我呢 就在家里 做好饭 提了提篮 带上一壶 热海水 给父母送的天天地土 也不说啊 打小 就学会了 做饭 做菜 长大了 也就爱上了美食 其实 说到这里 我感觉到有一种 莫名的 心怀 我们 长大了 父母 变老了 有时候啊 是 是 肃于敬而封不止 子于养而情不得 趁着父母 赏财 多买一点 好吃的好喝的 常回家看看 其实 现在 改革开放 社会形势一片大好 都为父母老人 不愁吃不愁喝 但是 有时候啊 就缺的 是我们的 陪伴 所以说 一定记得 常回家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